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学习的乐趣 并开启对于美的鉴赏力 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个主题 对 主题是教学 那其实类别包含平面创作 水墨 线花 粘图 还有漫画 比较偏重在线条 那其实我们都会引导孩子 然后再去做一些示范 跟故事的分享 让他们进入了创作的情境里面 乐乐老师从小对艺术创作有着极高的热忱 在学有所成后 更是毅然的投入美术教学的领域 多年来默默在桃园艺术教学奉献心力 打造出远近驰名的美术教育品牌 在大学的阶段 因为接触了儿童美术的教学 所以就引发我很大的兴趣 而后念了研究所之后 开始就是做了绘本的创作 主要是想要推广艺术这一块的领域 让大家可以找出自己的自信心 除了学龄前儿童美术教育外 乐乐老师更成立了国中小及高中大学美术升学班 提供学员最专业的美术教学 根据学员的程度英才诗教 协助学员考取心中最理想的学府 就是会给你更多想法 然后也会透过其他艺术家介绍 然后让我认识更多东西 像我们补习班里面就是有包含国校美术班 国中还有高中甚至是大学的科系 那其实考科包含了素描水彩 艺术建商创业表现水墨跟书法 对那在这个素科的专业的训练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考古题的练习 对那再来就是速度上的练习 那其实针对大学的考试 我们还有提供就是作品级的排版 每边的一些制作 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某些孩子的特质他很适合走这一块 对那经过跟他的考论啊 还有家长的支持之下 会去鼓励孩子做一些报考升学的这个部分 对那我们这几年的努力 其实不管是在国小升学或是国中 或是研究所 对这部分其实成绩都还算蛮不错的 为了让大人也能够有机会一探艺术创作的世界 乐乐老师也特别开设了包含成人油画 水彩素描及各式艺术教学 为大人开辟了可以疏解身心压力 同时享受创作成就的艺术空间 其实这是一个 我找了那么多画室 发现我唯一可以跟我女儿一起上课的地方 她可以做她的美术作品 那我可以画我的素描 我觉得艺术的领域很宽广 但是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近几年来发现就是说 蛮多接案子的设计人员 他们会来进修 想要培养第二专场 那另外其实蛮多我们原本的小朋友 他在这里学画画 对然后家长看了本身就蛮有兴趣的 所以就开设了成人班 做亲子共学这个部分 在乐乐老师的用心教学耐心指导下 红画家族的学员们得以进入艺术创作的殿堂 并享受艺术陶冶的乐趣与不凡 开画室的这个梦想的这个过程到教学 最感谢当然是我爸妈的支持 留他们的栽培 那另外就是说 我的研究所的老师 指导教授 当时知道我想要开画室 他常常带我去参观 以前的学长节的补习班 然后让我可以了解说 不管是环境或是教学上的一些分享 那我也希望借由我的补习班教学这个工作 带领更多的人 可以有更多的热情 然后借由艺术 表现自己的自信心 还有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寄托跟安慰 让艺术贴近生活 将艺术创作结合生活环境与学习 使乐乐老师始终自诩的教学使命 期盼透过艺术创作的惊喜与感动 让每一位创作者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与美好 艺术无所不在 只要用心发掘探索 处处都是惊喜与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